现在我在四川成都这边 成都这里的话 复工都已经复了有一个多月了 我身后这里有一个万达广场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 来逛商场的人多不多吧 现在我来到万达广场这里了 十几天前的时候我也来过 那时候这个万达广场 除了超市在营业以外 其他全部关门 现在好像商场 还有这个游乐园 这些游乐设施全部都开始营业了 我们再去万达广场的里面看一下吧 这个万达广场的大门这里 还有这个量体温的 这个还没取消 现在我来到万达广场的一楼这里了 一楼这里的铺面 全部都已经开门了 大家看一下 但是来逛商场的人 比之前少了很多 都没什么人 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去一二楼看一下 二楼的客人量大不大 现在我来到二楼 二楼的商户也是和一楼一样 全部都开业了 然后一楼和二楼都是卖那种品牌衣服的 二楼的客人量明显比一楼大很多 刚刚看了一下一楼二楼 那些商户市面上的全部开业了 然后客人量一盏 我们再去三楼餐饮看一下吧 因为外面那些街道上东西大型餐饮业都还没开门 不知道这里是营业的没有 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我来到了餐饮这一楼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的那些餐饮90%都营业了 我还以为和外面街道一样 大型的那种餐馆或者营业 这里面的基本上都营业了 我来的那个时候不是吃饭的时间 不知道吃饭的时候来吃饭的人多不多 我们这些商户基本上都是营业了 刚刚去里面看嘛 里面的商业的话全部都营业了 人量量的话有些地方多有些不少 然后餐饮的话95%都营业了 我看到那些餐饮都营业了 还有一点吃惊 因为外面那些街道上的那种大型的餐饮业 还没有开始营业 万岛广场里面的营业了 朋友们 你们所在的餐饮是那个万岛广场里面的那些餐饮 开始营业了吗 欢迎订阅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工作